好 来看详细的报道 近年来 中国原始性技术创新能力得到了显著的增长 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路径也越来越短 创新打造的新动能正在塑造中国发展的新优势 作为广东省首批启动建设的实验室之一 深圳彭城实验室是深圳原始创新领域的重点建设平台 成立才刚刚一年 这个平台现在就已经汇聚了18位院士 开展了20多项重大科研项目 一个先进的科研平台 有利于加快实现重大核心技术的突破 有利于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先机 为此曾经一个科研院所都没有的深圳 像彭城实验室这样的基础研究机构 现在累计有13家 建成各类创新载体2190家 从全国看 国家打造的北京淮柔 上海张江 安徽合肥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这些基地 与布局建设的6个国家研究中心 49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346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2个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已经形成批次布局 夯实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的硬件有了 通过改革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的软环境建设 也在加快 从机构人才软硬两个方面入手 两端发力的同时 各地也越来越多地开始注重 用市场的力量撬动原始创新 近日 全国首作以创新为主题的场馆 安徽创新馆开馆 开馆当天 1561项科技成果转化与融资项目 被直接交到市场手中 让市场来推动科技之花 变成产业之果 把我们这个人才科技资源 给地方的创新发展提供的助力 带来创新发展所需要的成果 增加这个心动呢 如今 北斗开启了全球化进程 我国卫星导航 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 已超3000亿元 如今 墨子号成功发射 让我国量子信息产业 实现全球领跑 如今 大亚湾中微子项目成果 不仅实现光电倍增管的国产化 而且领跑世界反应堆中微子研究 中国基础研究 国际影响力正在大幅提升 成果已开始多点开花 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 2018年 全国科技界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强化创新能力建设 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 占GDP比重 预计为2.15% 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 居世界首位 中文字上 字幕志愿ыми 转发明 达 2023 感谢观看